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 能帮我看一下身体吗 我说胆囊炎 小心有甲状腺的问题 如果你偏头痛 胃胀 睡眠欠佳 胸闷最近是否有咳嗽 有咳嗽的反馈 老师他这个甲状腺问题大吗 是否有癌变的倾向 我说不太好 可以检查一下 检查了 说是蛮严重的 有癌变的倾向 医生说建议手术 那就是怀疑甲状腺癌 然后这个照片不太清楚 我又让他重新拍了一个 我们看这个重新拍的这一个 在他舌前甲状腺的这个区域 有一个明显的轮廓的纹路 那就是一个甲状腺肿瘤的 一个表现 说真的 这也只有老师能看出来 其实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当然他刚开始拍的这一个摄像是不太明显的 因为照片是有一些模糊 第二张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接着看一下 这是另一个群 我们把这个案例分享到了另一个群之中 其实呢 他这个学生最开始那一个蛇像图片的不清楚 他是不容易诊断出来的 他大体的形状还是可以知道的 你像睡眠不好 容易胃胀 颈先痛 容易 那个是可以诊断出来的 如果是假装腺的问题 那个确实是不容易诊断出来 我是如何诊断出来的呢 我是结合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卦 来推断和预测出来的 比如说这是我们当时给这个学生起的这个卦 这个动摇呢 我们看在哪里 我们看这个主卦和变卦 它哪个卦是不一样的 第五摇是不一样的 对吧 五摇 是代表人体的颈部 那么假装腺气管都是在颈部的 那么这个说明它的病位是在颈部的 这个稍后呢 我们会详细的讲解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 我说这个案例呢 就是起卦测出来的 然后这个学生说 这也太帅了 太长知识了 然后我说呢 这个对卦 这个变卦为对嘛 对卦呢 代表的是肺 我们刚才讲那个五行归属的时候讲过 对卦为肺 肺呢 他就他病了 他就容易咳喘 所以他容易咳嗽 然后 更卦呢 也代表肿瘤 也代表胃 正卦和迅卦代表的是肝胆 五行是属木的 疾病虽然很多 但是动摇是在第五摇 说明这个 它颈部的问题是最严重的 这也有一个 这一个我看一下 他父亲是哮喘 根据他发送信息的这个时间 我们起的卦 天地痞 是风地观卦 我们看看哪一个摇动了 第四摇动了 最上一摇代表的是头部 第五摇代表的是颈部 那么第四摇再往下走 就是胸部 说明他的最严重的病是在胸部的 那哮喘 那就是肺心病 现在成为肺心病 心肺呢 就是在胸腔里面 所以就在第四摇 这个区域 所以我们不必细看 我单凭这一点 这个就非常的令人感到惊叹 叹为观止 那么这呢就是 医学的 来预测的 这个方式 以及 医学的这个魅力 我学医学之后呢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 因为我在临床呢 经常看到这种 波胎的患者 其实我将这个八卦 应用到这个舍诊之上呢 最主要的还是 根据这个波胎 因为传统中医来说 这个人的波胎呢 他是 传统中医认为是 未知弃引两伤所导致的 无论这个波胎 出现在什么地方 舌尖舌中舌边舌根 是波胎严重的 还是波胎不严重的 传统中医来说 它都属于 未知弃引两伤 但是我就感觉 这个舌既然是 人全身的一种反射区 都有 那么它出现在不同的部位 肯定是 也有深意的 它为什么只出现在舌尖 不出现在舌根呢 它是有意义的 那么我们如何来 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 这种深层次的意义呢 那么我就想 现在学习了这个八卦 这个占卜 那么我们用这个八卦 来推理一下 来预测一下 是否能够更加的准确 那么如何操作呢 那么我们就想 这个舌呢 分成左右两个半部分 左侧的为阳 右侧的为阴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八卦呢 它也是两部分构成的 一个上卦 一个下卦 上卦为阳 下卦为阴 那么我们这个阴阳就有了 这个蛇呢 我们知道 它可以分成 上中下三份 蛇前为蛇 蛇中 蛇根 蛇正中钩呢 把这个蛇前 蛇中 蛇根呢 分成了六份 那么就对应着六摇 那么就对应着六摇 从上向下属 蛇尖 这个蛇中 蛇根 各画一根摇 这就是 这个六摇 一共 这个左半侧蛇 画出来的摇 作为上卦 右半侧蛇 画出来的 这个卦 作为下卦 就是这样的 那 这个波胎 我们这个波胎呢 它是把这个 均匀的蛇胎 把它 拨拖 拨开嘛 把它分 它就把它中断了 就把它中断了 大家应该是能理解 就中断之后呢 它就有一种 阴阳之效 象征着阴阳 这种蛇胎 均匀的呢 象征着阳阳 因为它是连贯的 前三连坤六段 就是这样的 那么呢 这个摇 是从下向上画的 那么我们 在画这个摇的话呢 也是从下向上画 蛇根为下 蛇尖为上 就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 看到的这个图 我们先从左侧蛇画起 它的蛇根部 蛇中部 它的蛇根部的蛇胎呢 没有波胎 是连贯的 所以是阳阳 它的蛇中 蛇中靠前一点 是有波胎的 它的蛇胎是不连贯的 也就是阴阳 它的蛇尖部分 是有胎的 那么是阳阳 这就构成了一个 上下为阳阳 中间为阴阳的 离中须 一个离挂 我们这个 有一个小图 这画了一个挂 那么我们的右半色蛇 作为下挂 蛇根 也是连贯的 它为阳阳 蛇中 也是连贯的 它做阳阳 蛇尖呢 这个蛇尖 从左侧相比 它是有波胎的 所以这个蛇尖处 它是阴阳 那么就行 从下向上属 这个倒倒着看 它就构成了一个队挂 队是属肺的 这个离挂是属心的 从五脏六腑的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挂呢 队呢 为肺 肺和皮毛 这个队挂呢 它的这个万物类像 衍生出来 它还可以代表 人的皮肤 毛发 离为火 它也可以代表心 心火 以及热症 炎症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 下挂为对挂 上挂为离挂 也就是 对挂 我们把对挂 比喻成皮肤 皮肤上面有一团火 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肯定就是 这个火烧灼了皮肤 肯定就容易起 疙瘩 一些皮肤问题 那么这个患者呢 正是面部的 起这个痘疹 来诊的 来求诊的一个患者 那么呢 从五脏六腑归属来说 离挂属于心 对挂属于肺 那么我们 即使不用这个八卦 我们单看这个 蛇像 它的这个波胎的范围 正好是蛇前和 靠近蛇中的部分 正好也是心肺的 一个区域 所以这个挂像 和这个蛇像 它是统一的 但是我们还可以 通过这个挂像 衍生出来 很多更深层次的 这个意思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右手边的文字部分 平蛇起挂法 蛇之左侧为阳 为上挂 蛇的右侧为阴 为下挂 蛇根 蛇中 蛇尖三部呢 各得出一摇 左右相合呢 共六根蛇 就是六蛇八卦 卦象既然出来了 就可以利用 蛇词 卦象等等 来进行 粘测 来这个 占卜 就像左图这个 波胎呢 波胎柱为阴蛇 满胎柱为阳蛇 左舍得离卦 右舍得对卦 是为活子 活子回卦 离火向上 对则向下 一下一上 两相观为 对属金 再葬为肺 合于皮毛 和皮肤 毛发 这个 离挂属火 再葬为心 其滑在面 心其滑在面 对下离上 为皮肤上面有火 所以呢 要找 这个疮 疮疹 在这个 经约 猪痛 养疮 结束 心火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非常 神奇的 一个方法 可以说呢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舌相挂相 相相 接通 我们看这个 这一共是六根窑 这个 一个一组 虫挂 是六根窑 那么这六根窑呢 我们可以把它 看作成 是一个人体 我们看这个 右手边的文字 平舌起挂法 虫挂六肴 以应人体的六部 自下而上 依次排列 这个初肴 也就是第一肴 对应人的脚 足部 二肴呢 就向上走 就代表的是腿 三肴呢 代表是腰腹部 四肴代表的是胸背部 五肴代表的是颈部 肩部 六肴代表的是头面部 合摇发动 疾病变在何处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甲状腺问题呢 它是五摇动 五摇在这个颈部 这个有一个哮喘的呢 它是四摇动 四摇在这个胸部 这是它的病位 摇像挂像 同样的 相像解通 啊